那杀身敌业最终 那今天这个世界上人杀身 一切物业 杀业是败在地业 果报是无间地业 现在人不相信 说这个说法这是迷信 封建时代的东西 迷信骗人的 哪有这回事情 贫敏感 每一天三餐饭 杀的这个众生就非常可怕 被你杀掉被你吃掉 你们年轻人可以计算计算一下 联合国统计是一年 一年被杀被吃的这些 出生 三千三百七十一 差不多每一天是一个一年 你看 不止我 三千三百七十一 每一天是十一 每一天 这还得了吗 这么重的杀意 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灾难 这个灾难是自作自首啊 不什么有原因的 不是天灾呀 灾难决定有 什么时候爆发 没有人知道 知道的人也不肯告诉我 我问他 天际不能泄露 他说法师很慈悲 你知道的一定会告诉大家 不告诉我 不告诉就算了吧 不勉强 你要泄露天际的话 会受上天惩罚 可是我们能看得出来呀 你看现在这个灾难 一年比一年厉害 贫瘤都在上身 不过他告诉我 拖了一个消息 这个灾难 多久呢 大概三年 完全恢复正常了 十年 十年之后才恢复正常 最近这个三年重灾 很严重 以后一年比一年轻 十年之后 这个世界平和了 大家见面 不会有仇恨 要死很多人 啊 这里头有个信息 幸福的人 有福了 这很有道理啊 很多人 不见面 还有 是不是 我 不见面 还是 我想 我 雲